总统蔡英文6号在总统府进行回篮谈话 首先针对20189和1大选民进党大败说明 尽管党内开始有不一样声音或意见 但蔡英文表示 整体上仍有信心 除了检讨败选原因 更要重整队伍面对下一阶段任务挑战 但是都不改一个基本的共识 这个党在面临困境在困难的时候 团结是最重要的 那这一点我基本上对民进党 我们现在的整体来看 我是有信心的 蔡英文也向媒体指出 针对内阁人事变动 除了阶段性反省 近期也有跟行政院长赖清德讨论 希望集结各方声音 让政府政策可以接近人民想法 同时表示赖院长与秘书长成局 是不会恋战 但责任感也很重的人 那至于集结跟赖院长 我想跟各位报告 他们两位绝对不会是恋战的人 但是同时他们两位也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的人 那他们在政治上历练也都很久了 那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忍辱负重 那么什么时候要敲起责任 在这次回廊谈话中也提到公投结果 蔡英文表示尊重民意 但认为投票过程不论是技术性 投票安排还要再思考 并与不同团体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蔡英文希望民进党能够借由这次机会 检讨后再出发 再次取得社会支持 这是全党努力方向 原始新闻 虎宋 乌溜 台北市采访报导